文部对谨就是我们说前言不对后语 牛头不对马嘴 答非所问 这个叫做文部对谨 第二个就是偶然相随 误会必然因果 就是偶然发生的事情 我们以为一定会发生 一定会发生 所以我们在 有时候我们就看到马路上发生的事情 这是偶然发生的事情 你看举个例子来讲 我们媒体不常来报道 说某一个弯角有车祸 对不对 那我们想这里一定会发生车祸 误会必然因果 特殊答辩 Special printing 那就是用一些你想象不到的 这个回答方式 举个例子来讲 我那个儿子小的时候 中学生的时候 有时候出去玩 那我就说 早点回来 好 吃完早点回来 然后又有次问他说 你什么时候回来 他说晚一点回来 我说你晚一点到几点 晚上一点回来 这个就是叫特殊答辩 对不对 他小的时候更狠 更狠 就说爸爸你好英俊 哇我说儿子会赞美爸爸 他说英国来的细菌 对不对 对不对 这样的回答就让人觉得很好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过早论断 什么叫过早论断呢 事情还没有发生完毕 就已经论断了说 他是什么什么 这叫过早论断 所以你们还没有考完 我看你大概不行 过早论断 你大概考不上 看你这个样子考不上 这个叫过早论断 对立性的谬误 就是以对方意见的反面意见为意见 对方说yes 我就说no 对方说no 我就yes 根本没有里面真理正义的问题 你说yes 你说no我就是yes 所以有时候男女朋友吵架 夫妻吵架 常常就会有这种对立性的谬误 或者父母跟子女吵架 咱妈妈说 举个例子来讲 有一次 有一次我女儿跟我吵架 跟我吵架 她们always say no 我说那你今天要不要上学 不上学 怎样 那你要不要失败 不要 那你会死啊 死了算了 反正都给你对立性谬误 那最后我说 那你今天不要去做跳舞 你不要跳舞 那她应该这么回答 对立性谬误就说 是 对不对 她不能打是啊 因为她最喜欢跳舞了 我说 那你今天不要去跳舞 看到没有 她就那个对立性谬误就出不来了 所以我们就了解 那个对立性的谬误啊 你要去破解她这样的一个状况啊 就是你要用她care的 注意的 喜欢的 然后用否定语句来问 所以她就不能不回答 她如果她正在放弃了 就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这个是我们说 对立性的谬误啊 证据不足 最后一个 我们看那个 暧昧不明 一词多语 一语双关 一句话有两句 有两个意思 上礼拜我跟哥神 讲过那个伦理上的问题 有没有一样的 一语双关 或者语意模拟 比如说有一个人去看算命的 算命的就来一句话说 有一个这个什么 有一个这个 这个是一个历史故事 那有一个国家 就去跟那个乌斯问 说我如果这次去打波斯帝国 我结果会怎么样 这个乌斯就念了半天 最后说 最后一句话说 将有一个 将有一个 伟大的国王会被打败 将有伟大的国王会被打败 那这个去挑战的 这个国王就想 伟大的国王应该是波斯啊 对吧 我去打他 对我去打他 他会败啊 结果就打 打完了结果他败回来 他就把乌斯抓来说 你不是说将有一位 伟大的国王会被打败吗 乌斯就说 我说陛下 我说的就是你啊 对不对 这个伟大的国王是一个不定词 谁都可以放在那里 所以这个事 我们叫予以模拟 那下面那个合成跟分割啊 合成的 比如说举个例子再讲 蛋糕 是有奶粉 盐 糖 各种各样的东西合成的 对不对 所以 蛋糕好吃 蛋糕好吃 蛋糕是有糖啊 盐啊 各种各样的 合成的 所以 盐好吃 发了什么 分割性的 它明明是一个 合成的问题 你合成的时候 这些都聋在一起了 变成一个口味 对不对 你就不能再分了 你要把它分成 说盐好吃 奶粉好吃 面粉好吃 那就不对了 最后一个就是音调 因为音调的问题而造成了我们对的误会 所以这个是我们说以上我们看到到的 好